经常跟你玩的那几个哥们 都说你是个脚屎棍 那我好赖还是根棍 他们是什么呀 你每次看我都是这个眼神 看得我浑身不自在 说白了 你们男人 个个都是好色之徒 凡事不能老怨别人 你得从自身找原因 谁让你长这么漂亮了 大师 我发现很多神仙都不爱穿鞋 这是为什么呀 不懂了吧 他们是不是都很厉害呀 对呀 因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我得了一种病 医生说下个月我就要死了 到时候你能来参加我的葬礼吗 这下个月我还真没空 要不这样吧 你这个月死刑吗 我们公司新来一个小伙子 今年才24岁 他说没跟父母要一分钱 就在市里买了一套房 你信吗 反正我是不信 我信 他可能真的没给父母要一分钱 都是父母主动给的 我要过生日呢 有个大哥给我刷了两千万 你说我先是买别野呢 还是先买马沙拉蒂呢 我觉得你还是先把牙扑上吧 为什么 要不然吹牛的时候会漏风 老公 老刘每天送我回家 你就不担心吗 说实在的 确实有点担心 其实你也别想多了 我俩只是同事关系 搭个睡风车而已 我是担心 他哪天不送你了 这打冷天的还得我去接你 十年前 我曾发誓 要把那些有钱人拍在掌下 将他们玩弄于鼓掌之间 经过我的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 如今愿望终得实现 哇 你真了不起 你现在是做什么的 错背 兼职按摩 请问你的英语水平怎么样 前几天跟一个老外PK英语 我们俩打了个平手 是什么 这么厉害 我听不懂她的 她也听不懂我的 你们男人都喜欢小手小脚的女孩子 是不是封建思想在作祟呀 封建个毛啊 那是为什么 手大的扇的脸疼 脚大的踹的定疼 哈哈哈哈 哈哈哈